再多的知识也不能让你过好这一生 2000年以来 佛教始终在教我们做一件事 明心见性 过好一生 这就是佛教文学的终极命题 这是一个如太平洋一样浩瀚的领域 传统的佛教文学 主要由诗词 登陆 诵古 民间故事等几部分组成 作为作者 我的水平实在有限 只能在沧海中选取一宿 本课准备以佛教诗词 这个佛教文学中的小领域入手 抛砖引玉 文中 较然 古寺寒山上 远中养好风 生于月树洞 响尽霜天空 永夜一产子 令然心静中 这首诗的作者叫较然 皎洁的皎 当然的然 他俗家姓谢 非常值得介绍 他是湖州人 唐代大历年间著名的僧人 当时称为江东名僧 是与贯修齐名的 而且 他是又一个 以贯修一样的天才儿童 是出身显贵的红时代 较然的诗 是属于前禅期的诗歌 但是该诗 他不属于我们定义的 佛诗三境界 他跟贯修一样 又是独立的一款诗 是属于他们的家族款 山水诗 因为 该诗虽然没有佛理 但是里头有佛诗 我们就入选作为佛诗 了解这首诗 或者说了解较然的诗的风格 首先要了解这位红时代的祖先 中国山水诗的创始人 谢灵韵 谢灵韵 是东晋四大旺族 陈俊谢氏的后代 父亲叫谢焕 母亲是王羲之的独女 旧时王谢唐乾燕 指的就是他们家 王家和谢家 所以 较然是狼牙王氏 和陈俊谢氏的后代 红时代 大红灯笼下面 吃西红柿 红透了 谢灵韵 在做永家太守期间 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独立一款 叫山水诗 使山水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 后来 禅宗五大宗将之一的 永家玄爵 也是个大诗人 就是我们前面 讲的两首正道歌 可见这个地方风景很美 从诗歌的发展史上来看 魏晋和南朝诗歌的分界点 是以陶谢为分界点的 就是陶元明代表的古朴诗 和谢灵韵开创的山水诗 这一独立诗派 在谢灵韵之前 中国写意为主诗歌 所谓写景或写物 其实都是诗人内心表达的一种陪衬 写山水其实无意山水 只是表达物我合一的心境而已 但是自谢灵韵开始 就不同了 他写山水就是独立于性情之外 就是山水 谢灵韵信奉佛教 他曾经修饰过大班涅槃经 所以我们了解了谢灵韵 就了解了较然这个红时代 他先祖的师封 以及佛教的信仰 都通过隔代大遗传 遗传给了他 下面我们开始拆诗 第一句 古寺寒山上远中养好风 这首诗要解的主要是这两句 就是我们说的 无佛离有佛事 古寺寒山上 很多解释说 古寺空山终生双天 构成了一种寂静清幽的境界 因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叫凛然 这是胡说 所谓古寺寒山上 这个古寺就是指寒山寺 而不是什么寒冷的空山上的古寺 这第一句古寺寒山上 其实就是寒山古寺上 寒山寺在中国诗歌里头 叫寺庙诗第一歌 从姑苏城外寒山寺开始 唐诗诗诗数百篇都是围绕寒山寺写的 只有两件事 听钟声 音流别 第二句 远中养好风 这个远中是什么呢 寺庙里的钟分两种 一种叫大钟 又叫凡钟 它的声音 红亮至远 所以又叫红钟 这个远钟指的就是这个大钟 红钟 寺庙里还有一种钟日常用的 叫小钟 这个我们有机会在佛教法器时里头会讲到 在寺庙里头 报时是不敲钟的 敲一种叫点的法器 形状跟锁差不多 很大 钟点 钟点就是这么来的 总之 钟是佛教里的一种超级法器 它不是随便敲的 敲钟之前是有祭语要念的 早上念的祭语叫明钟祭 闻钟声烦恼清 智慧掌菩提增 离地狱出火坑 愿成佛度众生 每天晚上敲的 祭语叫做 闻此钟声超法界 一切众生成正绝 第三句和第四句我们要连着讲 生于月树洞 响尽双天空 这是一个景色的描述 还带着意境 月树双天 好美啊 要出事了 听过我的佛教通史和佛教哲学课的同学是了解我的 就是不论佛经和佛理 我们总要问一个为什么 所以这个生于月树洞 响尽双天空的意境 我就又要来破坏一下 涉及到寒山寺的钟声 唐诗里的用词一般都是 乌提 双月 夜半 未眠 夜薄 在这首诗里 说这个钟声是月树双天 很显然 这个时间是大半夜 大半夜敲钟 这不合逻辑 打扰大家休息啊 明天大家还要上班的哦 所以 姑苏城外 寒山寺 在半夜敲的这个钟 它不是一个一般的钟 它是一种特殊的钟 叫幽明钟 这个幽明钟 在佛经里是有说法的 叫做 镇醒常夜 停息诸苦 敲幽明钟 是汉传佛教 独有的传统 是为了超度 受苦的地狱众生 曾一亚含经里头说 若打钟时 一切恶到诸苦 并得停止 在佛统六记中说 人命将终 闻钟庆生 增其正念 所以说 这个钟声 是敲给受苦的 这些地狱三恶道众生的 深夜寒山寺的钟声 敲起来 要不及不徐 前声刚断 后声记起 生生相续 一百零八下钟声 不能断 这样 恶道里的众生 就是地狱 畜生恶鬼 他们就会有一段时间 不受苦 这也暗示着 给活着的 受苦的人 一段休息的时间 所以 寒山寺的这夜半钟声 叫做阴阳两立 敲此夜半钟声 责任重大 不是一般僧人可以敲的 他需要一个 有很大慈悲心的僧人 据说僧人在敲此钟时 念及恶道众生受苦 也会不觉 落下泪来 最后一句 永夜一禅子 领然心境中 领然 汉语里是指 清月激昂的声音 关于这个禅子 听到终生的心境 大家就各自体会吧 冰心皎洁 空明 禅意 今天晚上正好月相 也有特殊 什么天狗吃月 大家喜欢什么词 就招呼什么词 就可以了 最后我做一个五解 钱钟书先生 在唐人注节里说 较然他是半路出家 佛学浅杂 虽然他著有诗歌理论书 诗诗五卷 但主要都是佳学 于佛理并不深 钱老说的贴切 所以该诗有没有禅意 如何体会 是读者自己的事情 没有什么可解的 在这首诗后面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常识 就是 较然 他是灌修之后 僧坛的又一奇才 世家公子出家 到底是不一样 三代会穿衣吃饭 较然已经红了十代了 所以他会喝茶 他是中国茶圣陆语的老师 茶道的始祖 我们今天用的茶道的相关词汇 都是由较然创造的 比如佛茶 茶 馋茶 豆茶 品茶会 品明会 中国饮茶虽然极早 但是把喝茶这件事情 提高到精神层面来看待 是较然做的 他在饮茶歌这首诗里 明确的提出了 茶之道三个层次 后来苏氏又增加了五个标准 所以今天 中国所有茶馆挂着馋茶一味的 都要感谢这位角燃 正是他提出来了 品明会 豆茶赛 施茶会 等等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